早安,我是插打 在米蘭的這幾天 每天早餐都要吃飽飽 因為一餐抵兩餐 可以省下吃午餐的費用和時間 從飯店散步三分鐘到美麗的米蘭車站 搭乘四站地鐵 就可以來到米蘭最重要的地標 米蘭大教堂 剛看到時真的會不自覺哇一聲 真的好美 直總入天的高德式尖頂 華麗曲線的巴洛克裝飾 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性建築之一 這種人幾人的熱門景點 一定要參加導覽團 才能節省排隊買票和進場時間 也能簡單認識幾個必看重點 米蘭大教堂的立面上有135個尖頂 3000多個雕像幾乎都是用意大利北部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 這種大理石質地細膩 具有明亮的白色色調 當時的工人用馬匹 駱駝或大象來運送這些大理石塊 整個建造過程持續了數百年之久 需要嚴格的計畫和執行 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和技術 另外也會用到的瑞士凱撒大理石 則會用船運送到米蘭 米蘭大教堂正面的午膳同門 分別刻著聖經中的故事和人物 每一個細節都非常精緻 讓人不禁讚嘆藝術家的巧思和技術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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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內最吸引人目光的 是由上千片彩色玻璃瓶瓶而成的玫瑰花窗 光線從玫瑰花窗照進教堂內 散發著神聖的氛圍 最後搭電梯再走樓梯 近距離觀察教堂外的石雕和拱頂 近距離觀察教堂外的石雕和拱頂 一步一步來到大教堂頂端 從屋頂欣賞城市美景 經過歷史和藝術的洗禮 再走幾步就能進到艾曼紐二世精品街的世界 經過歷史和藝術的洗禮 年甜點店 吃點心 喝溫醇為甜的手搖冰咖啡 離開前別忘了繞著金牛座轉圈帶來好運和財運 看我無敵風火輪狂加持一番 喝完咖啡好運加持後 再散步到運河區看夕陽 原本作為農業灌溉 以及運送瑞士大理石 作為米蘭大教堂建材的運河 在工業革命後 逐漸被路面電車和汽車取代 現在只剩下兩陶運河所構成的運河區 是藝術家的聚集地 也是年輕人聚會的地方 運河兩岸有滿滿的酒吧餐廳 大部分都會選擇坐在戶外 戶外區可以抽煙 我沒有辦法接受煙味 就改到其他地方吃晚餐 米蘭歌劇院附近的餐點價位 雖然比較高 但也是滿滿人潮 坐在溫暖的室內 慢慢享用觀光客在米蘭一定要吃的 米蘭燉飯 米蘭燉牛膝和米蘭炸牛排 米蘭燉飯的特色 是金黃色番紅花和濃郁奶香味 以及硬Q硬Q的義大利米飯 這家餐廳將燉飯和米蘭燉牛膝做結合 一次可以吃到兩道菜 小牛膝使用蔬菜和酒下去燉煮 軟嫩口感帶有膠質 米蘭炸牛排美味多汁 蘸一個 顏色和風味都很復古的苦愛酒調酒 帶有草本植物香氣 苦甜餐拌 很適合作為餐前開胃酒或左餐酒 吃飽逛飽 回飯店休息囉 晚安 早安 早安 帶著行李回到米蘭中央車站的巨大鋼架拱頂下 繼續移動到下一個城市 時速250公里的私營法拉利列車 伊塔羅 頭也不回的穿過來不及排進行程的佛羅倫斯 以及布韜酒香托斯卡納 最後來到了羅馬 擁有許多歷史古蹟的羅馬 車站設計卻意外的簡潔和現代化 車站旁跟許多大城市一樣 排滿計程車 我們在羅馬的前三個晚上 就住在火車站旁邊 好像才剛翻新過的飯店 讓人感覺身心都很放鬆 意外的迎賓小點心 瞬間被收買 覺得羅馬人好像比較熱情好客 羅馬的第一餐 體驗了不同於米蘭的厚皮薄翠筆薩 小小不其妍的淡菜 口感卻有如Baby般鮮嫩細緻 小小不其妍的淡菜 接著再吃香濃意大利冰淇淋 必點開心果和巧克力口味 最後再蓋上奶油 不用擔心熱量會爆表 因為明天開始的羅馬探險之旅 有許多徒步行程 保證日行萬步起跳 騎尾式排摩托車由羅馬 到底會不會像澳大利赫本的羅馬 假期一樣浪漫呢 下支影片揭曉 掰掰